欢迎出席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请大家提问 您好 新华社记者提问 近期我们注意到很多非洲的媒体和学者 都在关注中非减评合作 他们认为中非合作为非洲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 消除贫困以及改善民生带来了新的希望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以及如何评价中非合作对于非洲减评的重要意义 谢谢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也是非洲人民的共同心愿 从十大合作计划到九项工程 减评始终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 多年来我们秉持真实清晨的理念和正确意义观 积极落实中国和非洲联盟 加强中非减评合作纲要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 开展减评交流合作 取得显著成果 在减评汇农工程中 中国立项实施了47个减评和农业项目 培训近9000人次农业人才 推广了300多项先进试用技术 汇集了非洲100多万小农户 中国的郡草技术带动了当地数十万人增收 中国的杂交水稻 推动非洲多国的水稻产量 从每公顷平均两吨提升到7.5吨 中方的专家设立了水稻减评示范村 让人人有所食 人人有储蓄成为了现实 中国企业建立了农业合作园区 和农产品加工厂 极大的提升了当地农产品的附加值 中国建立的非洲农产品输华的绿色通道 让一大批优质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 百企千村的项目中 中国在非企业实施了320个社会责任项目 超1万个村落社区受益 我们还举办了多场非洲基层干部的 简评交流研修班 分享简评的经验 中非合作还积极助力 非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提升当地的经济自主发展能力 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 中方参与投资的合作园区 大大的促进了非洲国家对外的招商引资 通过产业集群 助力了非洲制造 走向世界 我们在15个非洲国家 建成了17个鲁班工坊 促进了当地民众的就业 中国始终是非洲探索 现代化发展新道路的有力推动者 开辟减平新路径的重要贡献者 我们愿意即将举行的2024年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契机 继续与非洲携手推进 检平的进程 为非洲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下一个问题 thank you question from AFP Jake Sullivan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security advisor will visit from the 27th to the 29th can you provide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is visit and what will be discussed thank you 关于沙利文助理访华 中国外交部的美大司负责人 已经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吹风 你可以查阅 关于有关的具体安排 我们将事实地发布消息 下一个问题 thank you thank you Nelson from the Sao Paulo Brazil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eting his counterparts from Thailand Myanmar and Laos last week said that collaborative operations have arrested tens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suspects in online scam cases can you confirm if that includes 1,000 Chinese working in Laos extradited to China as reported by Bloomberg and can you tell me if there are Brazilians among those working on these digital scam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近日 中老缅泰四国 在泰国的清迈 举行了四方外长的 非正式会晤 讨论了跨境犯罪的问题 各方一致同意 在前阶段 联合开展 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 成果基础上 加强合作 密切协同 加大打击 网赌电炸 毒品泛育 人口贩卖 等犯罪活动的力度 共同维护 地区的和平安宁 关于你提到的 具体问题 请向中方的 主管部门了解 下一问题 总台国广 据报道 自本月22号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才对认可 伪总统马杜罗 赢得大选以来 俄罗斯 古巴 尼加拉瓜等国 均表示支持裁决结果 但是美国和多个 拉美地区国家 却拒绝接受 请问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关于委内瑞拉大选 我已经介绍过 中方的有关立场 各方应尊重 委内瑞拉人民 做出的选择 尊重 伪方 自主选择发展 道路的权利 相信 为政府和人民 有能力 处理好本国内部事务 下一个问题 反正是 中方的主管部门 已经发布了消息 在这里我要重申强调的是 鲜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8月25日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一再劝识 执意清闯中国南沙群岛鲜宾附近海域 并以危险的方式 故意冲撞现场执法的中方海警船 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 完全在飞方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对飞方的船只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 现场的操作专业克制规范 一段时间以来 飞方频繁地派出海警船 公务船等强闯仙宾礁附近海域 企图向在仙宾礁戏湖长时间滞留的 飞海警船实施补给 谋求实现长期存在 飞方此举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 严重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侵犬挑衅 立即撤走有关的船只 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日前发表文章 称中国加大制造业投资的做法 将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 挤压其他国家企业 会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战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中国制造详细全球 靠的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比较优势 而不是靠补贴进行取消 更不是靠保护实现垄断 我们以自身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 保障了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也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 和产业升级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 进口的国际市场份额 也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二 为世界经济的稳健发展 发挥了公论的重要作用 每当自身陷于困局 美国的一些人士和媒体 就把别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事实很清楚 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搞歧视性补贴 连续地阻挠世界贸易组织 上述机构的法官临选 动辄对别国的产品 加征高额关税 美方的这些做法 才是引发全球 对新一轮贸易战的最大担忧 数据也很清楚 去年世贸组织的成员中 仅美国通报的 技术贸易壁垒措施 就有454件 比它后面的五个成员国 通报的总数还要多 保护主义带不来 一家独大的幻想 只会失去合作共赢的机遇 过去中国经济 与世界的发展深度交融 未来我们也将进一步扩大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培育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开放合作的大道上 中国永远是世界的机遇 下一个问题 谢谢发言人 他所事 根据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十月访问 俄罗斯开散 并出席时旅局 进转国家访会 今晚外交部影响有任何的评论 是否可以认识这条新闻 谢谢 中方支持俄罗斯 作为主席国 办好2024年 金庄合作各项活动 我们也愿同金庄伙伴一道 共同推动 金庄国家领导人 第16次会晤 取得圆满成功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今天雨大露滑 大家回去的路上 一定小心 谢谢大家